鮮豔紅湯 麻辣殆盡 濃醇黃湯飄出南瓜的奶香 鍋燒麵創意新吃 光是湯底的口味 就超過10種 吃完太長再吃南瓜 完全不一樣的口味 就算這碗湯涼還是很好 麻辣是我們用十幾種中藥 下去熬製成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高湯 藥算它屬於走養生的路線 適合一年四季都適合吃 鍋燒意麵也有藥善口味 中藥熬煮超養生 滿滿一大碗 海鮮肉片都吃得到 加上火鍋料打顆蛋 創意鍋燒麵同板架 加麵不加價 像外面有些味素就加很多 對… 麵很Q 好東西吃原味最好 想要和市售的鍋燒意麵 做出市場區隔 有老闆選擇在麵條跟湯頭上下功夫 就是用台語去熬的 一般傳統的鍋燒麵 都會有放蝦子或者是海鮮類 但是我們堅持就是不用這些方面 試過很多意麵之後 還是覺得說 台南的意麵吃起來它是比較Q 堅持使用台南的意麵 高湯不用海鮮 敢用高山高麗菜熬煮 這一家鍋燒意麵專賣店 除了有一般的沙茶原味 還有泡菜口味 老闆在歷經高雄大氣爆後 轉換跑道經營 就是希望能讓客人吃得好 因為遇到817爆了 所以還是得自己爬起來這樣子 所以到台南去學習這個 鍋燒意麵的技術 然後把它引進高雄 平民美食鍋燒意麵 對於很多人來說 從小吃到大 想做出好吃的一碗麵 老闆沒說高湯湯底很重要 其餘配料只要用到新鮮 愛吃什麼自己家 每個人都能做出自己的那一味 一碗看似平凡的鍋燒意麵 其實也可以很不簡單 這也關於泰宏沛如高雄報導